还记得音乐老师孔腔吗?她情史丰富,自暴认识女生易如反掌,刚娶第三任内媚老婆的她,现在居然得了这种绝症。 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,孔腔就算不舒服,也都要戴上呼吸器。 在综艺节目活蹦乱跳,四肢健全的孔腔,居然会因一绝不醒的睡眠呼吸中止症,领到一张重大伤残证明。 由于担心自己猝死,孔腔已经想好身后事,甚至还预留遗言,遗产全留给第三任老婆。 工作压力极大的孔腔一直都睡不好,老婆睡在身旁,有时候看着呼呼大睡的孔腔。 居然在大呼的空档经常发生暂时停止呼吸的状况,所以她软硬兼湿,要求孔腔去看医生。 没想到不看还好,一看医生却吓坏所有人。 孔腔赫然发现,自己十多年来睡不好的状况,就是相当严重的睡眠呼吸中止症。 直到医生严肃地说,轻则中风,重则猝死,才让孔腔认真地考虑即将面对的状况。 对孔腔来说,虽然把最爱的音乐当成工作,但因伴走需要及时的反应,长期的压力让她每天都难以入眠。即使真的睡着。 这十多年来,她其实没有一个晚上能安心入眠,大概两,三个小时,就一定会起来两次。 有时候抽根烟,有时喝杯水又继续睡,但没隔多久,状况又开始发生。 每天努力地工作,睡眠品质却非常差,蜡烛两头烧的状况下,身体当然愈来愈不好。 为了解决失眠的问题,孔腔在两个星期前到吉隆掌根检查,发现自己居然患有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。 刚听到这个病,孔腔还跟老婆说,就只是睡觉忘记呼吸,有什么好紧张。 甚至还开玩笑地说,喂,为什么要给我这本像是残障手册的东西啊? 但当听到医生说轻则中风,重则猝死后,孔腔才开始证实这个问题,也开始用呼吸器避免危险。 不过,只要开始使用呼吸器,就必须用上一辈子,这也就代表以后机器不能离身,包括出国或出差都一样。 不太喜欢被东西绑住的孔腔没办法不用,只好自嘲地说。 卖这个机器的厂商告诉我,胡志强买了同款的机器,我跟它本来就长得很像,戴上这个感觉就更像了我。 曾经九色才气,要拿金周血尺,自认跟胡志强抄向的孔腔,居然也开始跟他用浅一样的呼吸器。 本刊资预料是。 对于生死,孔腔说自己看得很开,但爱免资的他私下一开始打算,如果有一天真的怎么了,家里该怎么办? 现在是不是要再多判一下,帮未来多加一些筹码?孔腔放不下的并不是花花世界,而是最爱的家人。 我爱我的老婆,也爱我的家人,我的东西就是他们的,哪有什么好担心?人生就是要开心,想那么多有用吗? 还没到一书的境界了,反正老婆都会处理,不必担心太多。 叠起一根烟,孔腔的笑容看来既灿烂又令人感伤。 不过,话虽然说得轻松,但说起结婚才满一年的老婆,孔腔欲言又止。 再说起三个孩子跟两个孙子,孔腔说话的那种不舍的样子,看起来对于生死,他其实没那么豁达。 以后会发生什么谁知道。 该做的事做好,该打算的事打算好,其他的就听天由命吧。 感觉心不甘情不愿的孔腔做了一个这样的结论。 除了睡眠呼吸中止症之外,孔腔认为,自己的生活非常稳定。 但因工作都跟秀长离不开关系,所以从年轻到现在,孔腔也承认干过很多蠢事,酒色才气,吃喝嫖赌几乎统统有。 到底最蠢的是有多蠢? 他倒是直接的说,还不就是小弟兔谈,EX情,吗? 谈到那时候的丰功伟业,孔腔眉飞色舞。 口气却是轻描淡写,年轻不懂事,那时候跟很多一线女歌手的关系都很好,大概都是一次,两次,最多不会超过三次。 不过,除了粉味之外,孔腔岛也没出过更大的问题。 如果愚蠢是一种错误的话,那他倒是在九年前狠狠地错过一次。 这一错不但毁掉了他的第二段婚姻,还多了六百万元的负债。 让他当时位于台北市中校东路的公司在一个月内结束,无论是信心或是名誉,都荡然无存。 我太容易相信别人,也太不会看人,所以告到自己很惨,我不怪他们,只希望不会再犯。 说起九年前的挫败,孔腔的表情一反常态的严肃。 当时真的是赔了夫人用欠债,我曾经把所有跳票的支票贴在墙上,也在林口躲了两年。 卖掉唯一的车子,躲躲藏藏的街灵新的工作。 直到八大地市的总经理林百川给我一个机会,让我从台湾的歌重新站起来。 他支持我,相信我,我希望今年能帮他,也帮自己拿个金钟奖。 去年跟第三任老婆结婚后,孔腔认为,自己的生活才算稳定。 医生说法,大看是发病静训。 现代人因为压力大,经常睡不好,但有时并不是因为压力的关系,而是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影响。 何谓睡眠呼吸中止症? 台大内科主治医师李启明表示,是指在睡眠中,因呼吸道阻塞而形成的呼吸中止。 进而导致血氧浓度降低,睡眠因此受到干扰。 最常见的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,大看则是最主要的症状。 李启明透露,一般的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患者并没有确定的致病原因。 但大部分体型偏外胖,脖子较粗短,有抽烟疾和酒习惯者,呼吸容易不顺畅。 睡觉时因为打寒,无法呼吸到空气,二氧化碳开始堆积,因此从睡梦中醒来。 若情况严重,脑部缺氧状况无法排除时,就很有可能中风或猝死。 该如何治疗? 李启明认为,目前还是只能靠器材缓解症状,减低睡眠时中风或猝死的几率,并无法根治。 另一方面则是积极减减重,减少咖啡跟酒类等刺激性的饮料,避免使用安眠药等,都能稍微舒缓症状。 伴奏《天王恐腔小档案》。 本名装用轩。 生日民国47年12月11日。身高168公分。 体重85公斤。 星座是首座。 婚姻状况共三次婚姻,去年与第三任老婆结婚,育有二子一女。 节目中是综艺大哥大,八大台湾的歌,爱叛财会赢,台湾演歌秀。 整理,治表乌虫家。 差13岁。 与韦韦超恩爱。 结婚三次代表什么? 是这个男人有问题? 还是这个男人运气不好? 虽然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,但大家的答案却都差不多。 不过,孔腔老婆娓娓倒是有另类的看法。 男人总是需要磨一磨,刚开始太锋利,先让别的女人训练一下,等到变得圆滑又服贴,再交到我手上。 不但不会觉得怪,感觉还很棒。 她现在很乖,通告结束就会乖乖回家,哪有什么不好。 说起自己过去的风花雪月,孔腔显得有些得意。 对于以前孔腔的风花雪月,老婆娓娓并没有多大意见,谈到两人为什么认识。 微微瞪了在一旁跟摄影记者匕首画脚的孔腔一眼,美好戏地说,还不是因为音乐。 我曾经玩票兴致的在张飞的餐厅吹萨克斯风,就是那时跟她认识。 感觉这个人还蛮有趣的,虽然不帅但感觉不错,才被她骗到手。 一路走来,经过孔腔最辛苦的两年多债生活,微微坦承。 那时的确比较辛苦,虽然苦,但孔腔的努力,老婆都看在眼里。 我从不太会看苦,到现在前至后至都会一些,她一边做,我边看也边学。 她弹琴用心也用情,我看她这样,就遇待她,感觉这样累积,真的比什么都快,她真的很努力。 现在我一切都不在意,只希望她能健健康康,其他都不必追求。 感性的话才刚刚说完,看到孔腔又拿出藏在柜子下的新音响跟摄影记者献保,微微忍不住骂了几句。 你真的是3C狂,又买新音响。之前PS2都没完,现在要买PS3。真想打死你。 听到老婆在念,孔腔捏手捏脚的像个做错式的小孩,跟摄影记者一起把东西搬到琴房去看。 他们夫妻俩的生活,感觉比较像是妈妈跟小孩的相处。 除了夫妻关系奇特之外,因为前二段婚姻都有生下孩子。 所以大儿子跟大女儿都已经接近30岁,大儿子更是已经自组家庭,还帮孔腔生了两个孙子。 接近30岁的儿女跟35岁的韦韦,又该怎么相处? 说到这里,正好韦韦的电话响起,话筒另一边的女生其实就是孔腔的大女儿,她是如何称呼韦韦的呢? 原来,大家都叫她小阿姨。 虽然已经35岁,但韦韦还是与儿女们如同朋友般相处,只要儿女回家,小阿姨立刻变成女佣。 韦韦想起跟他们的互动方式,管教是没有,但最常说的话却是…… 有没有吃饭吗?要不要吃点什么?累不累?休息一下吧!帮你准备点心,饮料。 高到最后,儿子女儿判命没大没小,孔腔跟韦韦则判命做牛做马,当然,最辛苦的还是韦韦。 虽然曾经离婚两次,但老婆韦韦,前排座,一点也不介意。 未来,韦韦希望她跟孔腔能继续过着低调愉快的生活,穿着拖鞋买菜,可以。 想要轻松走到通话街逛夜时,可以,她唯一担心的就是孔腔的身体。 在检查出她得了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后,韦韦立刻买了一个八万五千元的呼吸器给她。 看着孔腔笨手笨脚地吊着面罩,唯唯嘴里念着,却马上靠过去帮忙调整。 虽然没有太多的甜言蜜语,但由实际的行动就可以感受到两人之间的感情。 到底人生怎样才算幸福?像他们这样应该就够了吧。